大家一看就知道 你還缺少一件 這誰最常講 大概女生最常講 每次要出門 我還缺少一件 但是男生也不見得 男生每一次看到山西,我還缺少一件 在我們人生當中,都有很多缺少,但是我們今天要談的不是這件事情 我們要談的是主耶穌有一次遇到有一個 在路加福音,他寫說,有一個官來問耶穌說 良善夫子,我該做什麼才可以承受永生 就從這句話引起的 那你如果去對照幾個聖經的不同的經卷 像在路加福音說是一個官,馬太福音說有一個人 這個馬可福音說有一個人跑來跪在他面前 並沒有講特別的東西,不過後來都可以看到 不論這是一個官,不論這是一個人,都是一個有錢人 這個是蠻特別的 但是呢,讓我注意到了一件事情,他說我該做什麼才可以承受永生 我在這個事情上面,我打一個問號 承受永生 為什麼呢,在耶穌基督那個時代 他們 所講的永生 跟我們現在想像的永生是一樣的嗎 這個是一個蠻值得去 所以我就去,所以我就去追一些 paper 去看 由太人 他們呢,在面對死亡的態度 他們認為說,反正那個都來自神 萬有盡為善 先不要去追究他 但是呢,下面這一段他講到 古代的猶太人,至少到耶穌基督那個時代 認為呢 自己的生命傳到兒子的身上 對他們而言就是一個永生 所以呢,他們希望什麼 一個真正的永生,榮耀的這個永生呢 是將財富 傳給他們的後代 所以在猶太人的這個哲學裡面 他們是 學智富的這一種思維 什麼叫學智富嗎 第一個 你要 你要在 你看猶太人很注重學問 然後呢,他們要有智慧 然後用這個呢 讓你在這個世界上經營好的 有的資產呢 留給下一代 這個就是你的永生 現在可能已經不是這樣 不過呢,在他們的傳統上面 他們對永生的看法 並不是我們基督教裡面 我們在講的永生 所以呢,那個人來找耶穌的 無論是富有的人或者是官 他來問耶穌說 我怎麼樣才能夠得到永生 其實呢,他已經具備了相當 他們那個時候所謂 永生的概念 這是蠻特別的 因為一般我們在讀聖經看到這句話 都認為說,哇,他要追求永生 所以主學書這樣子回答 是很正常 結果沒有想到 主學書給他的回答呢 超越了他的思考 打破了他的思考 為什麼呢 因為在他們那個時候覺得說 我只要在這個世界上經營的好 好幾次主學書都拿這些來當例子 他說有一個有錢人呢 在禱告的時候說 我已經賺了足夠的錢了 我還要自己蓋倉庫啦 大家記得這個比喻嘛 但是呢 神說 那我如果今天要領了命 你要做什麼 這個時候他們才意識到 這個所謂的這種生命的延續 特別是在講你個人 不是在講你的家族 不然呢 真的是 如果 我是富二代 我安然的度過富二代 就傳到富三代去了嘛 對不對 那我人生有什麼 有什麼樣的負擔呢 沒有負擔 我很好過日子 但事實上 沒有想到主耶穌 給他的這種思考的觀念 打破了 因為在當時的 這個猶太人呢 他們的永生是 建在這個物質上面的 這種永生 不過呢 這個來問主耶穌的這個人 我覺得這一段 我們先把聖經節 把它唸過一次 可能 會比較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這個 《路加福音》18章 《路加福音》18章 稍微把這一段唸過 大家 比較有一個印象 《路加福音》18章的 從18節開始 有一個官問耶穌說 《良善的夫子》 我該做什麼事 我該做什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19節耶穌對他說 你為什麼稱我是良善的 除了神一位以外 再沒有良善的 借命你是小的 不可奸淫 不可殺人 不可偷刀 不可做假見證 當孝敬父母 那一個人說 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了 耶穌聽見了就說 你還缺少一件 要變賣你 一切所有的 分給窮人 就必有財寶在天上 你還要來跟從我 23節 他聽見這句話就甚憂愁 因為他很富足 我們先念到這一段 這個就是這一個 我們今天的這個主題的 一個經文 那 所以剛剛我從這個 猶太人他們的這個 永生的這種概念 談起 他們永生 建築在這一個所謂的 物質上面 我只要物質滿足了 我可以好好傳給下一代 那就可以了 但是呢 我想就是說 這一個 來問主耶穌的人 主耶穌就親切回答 那借命你有沒有守 這個時候 這個借命跟物質就有一點不一樣 但是呢 我都覺得說 今天看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們都在想說 主耶穌會跟我們要哪一件 其實我們都沒有這個資格 我們連騎馬的主耶穌說 你還要曉得借命你有沒有遵守 他說呢 不可堅飲不可殺人 你說這個重罪我當然不會做 當孝敬父母 所以 其實在猶太人的傳統上面 這些所謂的 我們說摩西十戒的這個教訓 在耶穌基督那邊的時代 他就看出來當時的人對於孝順父母 竟然衍生出別的 他說只要我盡力的奉獻 該當做的 那孝順父母那就等於我有做 那主耶穌就在這邊挑明了一些人的一個錯覺 但是當主耶穌問這一個官 他說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 這個很特別 因為在那個時候 大家在讀福音書的時候 都聽到有一種叫法利賽人 撒都該人 特別是這個法利賽人 我們從小讀經然後讀到法利賽人 就把它當貶低 你要知道法利賽人在當時的 他們算是道德成績 如果以世上的條件來講是最高的 因為這些所謂的法利賽人 他們是熟悉律法 而且呢 立定志向要遵守律法 不過呢 被主耶穌看穿的是什麼 他們在條文上面遵守 沒有從內心 那當然主耶穌帶來的福音是另外一個 一個角度了 那這一個猶太的官 我覺得他有一點法利賽人的這樣的一個 他就講說這些我都遵守了 那今天要跟大家來思考一個問題 那為什麼他通通做了 在他們傳統的通通做了以後 他還要問耶穌說 那我怎麼樣才能夠得永生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去思考過這個問題 難道是這樣通通做了 就保證百分之百嗎 那他一定感受到什麼事情 他為什麼要來問主耶穌說 我要怎麼做才能夠得到永生 我不曉得 當我問各位這句話的時候 有沒有打到你的心 我從小在教會長大 我是第三代的信徒 我覺得我是一個 至少不會反抗的 隨便反抗的信徒 該去聚會我都去聚會 不該做的事我都不會做 那我是不是保證得到永生 先放在各位心裡面 但是耶穌呢 聽到了就說 你還缺少一件 但是有其他的 這個應該是在馬可 馬太馬可 應該是馬太還是馬可 他寫到說 耶穌就 很憐惜這一個人 他說 哎呀 難得在這個世界上 還有這樣的人 耶穌就憐惜 就說 你如果要 完全的話 你還缺少一件 那先看看 主耶穌跟他講 你還缺少一件 那我去看其他的一本 他說 你還有一件事情 沒有做 就是變賣你一切所有的 分給窮人 就必有財寶在天上 你還要來跟從我 其實主耶穌講的是 有兩件 第一個呢 變賣所有的 第二個你來跟從我 但是你如果 直覺的去看 主耶穌跟他要求 就一件事情 你要放下一切 來跟從我 什麼叫做 放下一切來跟從我 早上我們在講道理的時候 講到這個彼得 主耶穌用他的船 當剛剛 捕到一大群蟻的時候 主耶穌說 你來跟我去得人 他把這些都丟著 跟著主耶穌 彼得那個時候 為什麼有這樣的心情 因為他被主耶穌 就是被主耶穌震撼到 但是震撼是一回事 真的要去實行 這個時候 在這個路加 應該不是路加 這邊另外一件 他講到 耶穌說 你若願意做完全人 那難道 實行律法 做律法所該做的事情 還不完全嗎 這是我們今天 我們在下午 我們做一點思考 但是呢 後來他就講 那個少年人聽見這話 就悠悠醜醜的走了 因為他的產業很多 OK 好 那你在這邊 立即感受到 聖經的福音書 或者主耶穌的道理 有這麼一點點 或者很深刻的排富條款 有沒有 有沒有感受到 但是呢 什麼叫做排富 當物質跟永生衝突的時候 我剛講 當時的猶太人 很巧妙的 或者 很直覺 很錯覺的 把物質跟永生 連在一起 這個時候 主耶穌跟他講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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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質跟永生 有衝突 那當衝突發生的時候 你要選擇哪一邊 這個才是今天 我們這個信仰裡面 各位要深入去思考 我已經稱讚各位 各位已經18歲了 你開始要有宗教勤操 就是你懂得 開始用哲理去分辨事情 他說 他臉上變色 因為他產業很多 這個人可以說是人生的勝利主 對不對 很多錢嘛 那如果在他們那個時代 他們的想法 那我只要這樣繼續走下去 我將來就是 傳給我的子孫 但是主耶穌竟然 讓他在這件事情上面 在永生產生了困難 第一件事情 我要跟各位想想看 這個耶穌很厲害 耶穌也是因財失教 不會輸給孔子 耶穌知道這一個人 很富有 如果以各種各樣的條件 好像看起來都對 但是耶穌來到世界上 他曾經講過一句話 我來到這個世界 就好像醫生來 不是醫治健康的人 醫生來是要醫治病人 那主耶穌說 我來到這個世界上 要找尋什麼 食尚的人 你說 那這樣這個人就不符合 這個人就很符合 為什麼 因為他食尚在物質上面 主耶穌點出了 以前我看這一段 我很害怕 主耶穌有一天會跟我要什麼 因為主耶穌跟你所要的 往往是你脫離不了 你放不下的 這個才厲害 他已經做了這麼多了 其實離這個永生 還有一步而已 主耶穌一講下去 他就離開了 為什麼 所以 接著 這是聖經接著就寫 耶穌看見他就說 有錢財的人 有錢財的人 敬神的果是何等的難 有時候看到這邊 台下一大片的人都喊息了 還有 好可惜 我不是有錢人 對不對 我們要跟那個有錢人敵在 我們不是有錢人 所以我們才可以敬神的果 你不要這樣自己大心瓜 你們是世上可憐的人 不是叫做 你不是有錢人 因為主耶穌在講這個有錢的人 包括很多東西 然後呢 主耶穌還講了一個 令人匪夷所思的 骆驼穿過真眼 比財主近神的果還容易 那有一種解釋 骆驼要穿過真眼 真的眼 老實說我現在要是不戴眼鏡 要我把那個線弄過真眼 實在是有點麻煩 怎麼穿就好幾個洞 那骆驼 那麼大的一隻骆驼 怎麼穿過真眼 我相信大家在聽道理的時候 曾經聽到有一些人講過 其實那個時候城門有一種小門 在晚上關了以後 有一個很小的門 那個門正好叫做真門 真的門 那 如果真的在晚上那個骆驼 要經過這個地方 要怎麼 要卸掉身上所有的東西 然後硬擠硬拖的硬拉的 勉強過去 意思就是說一個人要進神的果 必須要拖掉身上所有一切 看起來這個解釋蠻通的 但是是這樣子 那另外有一種解釋 這個骆驼 骆驼的圣經的原文跟什麼東西 跟麻繩 是同樣的 發音差一點點而已 那那個時候他們不是在支帳篷嗎 支帳篷就是用那個麻繩 放到那個枕子裡面去支帳篷 麻繩要穿過這個真眼 不是不行 因為那種真眼是比較大的 孔 但是麻繩也出出了 就是要硬擠硬拖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意思就是說 要將這個麻繩穿過真眼 比 有錢的人進神果 還比較容易 意思就是說要廢了一番苦境 不然這些現在在這個世界上 覺得自己是有錢的 不是馬上就不用來教會了嗎 因為根本沒有用 因為根本是不可能 那 這幾種解釋都有可能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骆驼通過真眼根本是不可能 意思主耶穌就說 這個財主要進神果是不可能 不是 財主如果不改變 是不可能 那我這邊我就點出來一點 難道有錢財是一種罪嗎 那什麼是錢財 各位你是不是 錢財 智慧 學歷 才能 連你的長相 連你的身材 當然身材比較胖的 比較難進神的國 因為神果的門比較窄嘛 進窄門 不是 這邊在講牧師 今天什麼事情會阻礙我們去追尋 永生的道理 不是因為你貧窮 是因為你東西很多 那這樣子講起來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 多多少少會被碰到 你如果說我今天會來教會 因為我一無所有啦 所以我才會來教會 那你賺到了 你真的是可憐人 不是 我們今天活在這個世界上 像各位你已經進到大專 你已經比你的同儕裡面 有一個一定的百分比的人 你的邪率比較高 你將來的邪率比較高 你可能智慧比較夠 這個時候我們是仗著這樣子 來進到這個永生嗎 今天的主耶穌要給 這個財主的說你還缺少一件 我們就從這個地方來看 那當然當時的人就馬上講 比駱駝穿過真眼還難 那誰能夠進神的國呢 主耶穌講一句話 在神卻能 在人不能的事情在神卻能 好 我想那個時候 或許大部分人沒有聽出來 我們現在讀經的人 我們要聽出來 今天要進神的國 其實不在我們自己 是在乎神 怎麼樣叫做在乎神 今天一個人能夠進永生 不是你在世上的這些努力的成就 那我這邊就點了 誰能夠改變 誰肯改變 保羅也講 我們今天信主人要什麼 改變成 耶穌要我們改變的形象 要有新的生命 我常常覺得 這個都是什麼 我們基督徒很熟悉的口號 就好像早上我也講 有一些口號 我們很自然 哎呀 我們改變成 主耶穌的形狀 要改變成 主耶穌的形狀 只有一種人很高興 我們的贊美詩裡面有一首 要像什麼 要像主耶穌的形狀 那個唱起來 新庄教會 我每次唱那一首 他們就很喜得 我們是主耶穌的新庄 因為那個音調一唱 就是主耶穌的形狀 我們說 那就請總會改一改 要有主耶穌的大童 什麼叫主耶穌的形狀 這個時候 我們就開始心裡面 彼得那個時候在旁邊 那時候彼得就插話了 彼得就對他說 看啊 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你了 他就在嘴書 耳朵旁邊說 我們已經偏下一切跟從你了 那個時候彼得 他們 他撇下所有的 真的來跟從耶穌 那耶穌就應他 他說我實在告訴你們 人為我和福音 記得喔 這不是我自己家的 人為我和福音 然後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福音書寫 為我的名 撇下房屋兄弟姐妹 福音 天地 沒有不在今生得百倍的 我有時候在讀這邊 我在思考 那我今生沒有得百倍 大概是我沒有先撇下 為什麼 因為這一句 在 在這一個福音書裡面 很特別 你注意念喔 這我完全沒有 沒有 加上自己的意見 他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人為我和福音 撇下房屋或者弟兄 或姐妹父母 而你田地的 沒有不在今生得百倍的 就是房屋弟兄姐妹 母親兒女田地 我不曉得 我如果說為了信主耶穌 撇下我一個媽媽 我會變成有一百個媽媽 對不對 他的意義就是這樣 他意思就是說 這個報廠在今生就會出現了 然後 並且要受逼迫 然後 再來是彼得永生 好 這是主耶穌對彼得這句話的回答 因為彼得說 我已經撇下一切來跟從你了 那主耶穌說 如果一個人能夠為了我和我的福音 撇下一切 他要在今生得百倍 來勢得永生 好 這個時候呢 主耶穌又把這個 來勢得永生拿出來 但是我剛剛跟各位講 那個 來問主耶穌的那個有錢人 他的觀念是什麼 什麼叫永生 我通通準備好了 我即使我這個生命結束了 我的孩子會接納 那我得到永生 其實主耶穌說不是 你來是要得永生 是要先把你在這個世界上撇掉 那不是顛覆他的思考 所以他那個時候想不通 他才 猶猶醜醜離開 那主耶穌就 後來就講一句 然而 有許多載前的將要載後 載後的將要載前 這個好像在講對句一樣 那個人生勝利主啊 永生他成為載後的 為什麼 因為他認定我在這個世界上 我準備好了 因為他在這一個人生勝利財富燕熱擠住了 他就講到這個撒種的比喻 撒種比喻裡面有一種撒在那個荊棘地裡面 雖然 劫出來已經發芽 但是因為 被這個周圍的荊棘掐住了 就活不起來了 結果他跟門徒解釋 他說呢 被什麼 今生的失利財富燕熱擠住了 這些猶太人 可以說在神的這個救恩當中 他們是排在前頭的 為什麼 因為 從 亞伯拉罕 以撒雅各這樣一路下來 猶太人都認為說 神 他們是神的選民 得永生 他們是排在前後 前面的 但是呢 他們會落到後段班 就是 這個問題 絕對書有一次也講說 一個人若賺得全世界 賠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麼益處呢 人還能夠拿什麼換生命呢 這個時候主耶穌 一直在 跟這些猶太人講 我所講的永生 跟你們講的不一樣東西 因為 你看喔 那個時候 撒杜該人跟這個法律賽人 在變一件事情 講到永生 他為主耶穌所講的這個永生 起的 起的爭辯 永生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表示 那個時候還沒有搞清楚 即使是在我們現在 各位 大家想想看 你對永生真的清楚嗎 我們有時候在 在台灣或者就是說 我們說中國人的世界 一想到永生 難免跑到那個 那個佛教的 那個輪迴 因為我們接受太多這些 有的 沒有的 然後呢 不好的還跑到18層地獄 我們還在這個 所以呢 真的能夠把永生這件事情 搞清楚了 其實不是很多 但是各位 你們是智慧人 好好回頭去看聖經 到底怎麼回事 所以那個主耶穌才講 賺得全世界 賠上自己生命 為什麼賺得全世界 會賠上自己生命 這個世界上太多 這種例子了 我一個很要好的朋友 三十六七年的好朋友 結果呢 在上 一個多月以前 我正好去 這個東部協助林恩會 星期天下午 辦完 辦完 這個林恩會結束以後 我要回家 在車站 怎麼有一個 我陌生的電話 我就按一下 他說我是誰的兒子 我說怎麼樣啊 有什麼事啊 他說我爸爸走了 沒有病喔 他身體非常的好 整天還會去走路啊 怎麼 然後 就沒有醒過來 我那個時候 有幾個意念在 第一個 這不是開玩笑 這個人 真好死 現在的人 真的不好死 在台灣 平均 一個人要 安息 之前 要臥床 六年半 這是台灣的統計 你知道歐洲多久嗎 三個禮拜 為什麼 他們不會照顧 洗澡快點 真的 你去看我們衛福部的統計 六年半 你想 如果有一天你要臥床六年半你才走 你要不要 不要 叫拍戲 我沒有對我媽不敬 我媽常跟我講 哎呀真好 晚上睡覺就可以再見了 她多希望這樣子 她也跟隨書這麼求 我說不只你是這樣求 我也是這麼求 結果呢 她真的很好死 不過呢 我為她的兒子擔憂 她兒子可能要付將近一兩億的遺產稅 我這樣講的原因是什麼 她在這個世界上的經營很成功 她是我 從入社會以後 可以說我都叫她師父了 不是宗教的師父 是理財上面的筛夫 她教我怎麼做股票 她教我怎麼去經營這個事業 結果她很成功 那她成功到什麼程度呢 她在大學 她那個時候是 她是台大物理系 你有沒有說 台大物理系算什麼 在我們那個時代 台大物理系是第一志願 我們叫 甲族 儀族 丙族 丁族 這個甲族的第一志願 就是什麼 就是物理系 然後呢 台大物理系畢業以後 又去讀交大的電子 研究所 現在的台積電 除了張忠摩以外的 那個下面通通是她的同學 她的同學 每個人少說幾 一二十億 多得一兩百億 所以呢 她的學歷是碩士 我沒有讀碩士 然後呢 經營事業 經營這個 就這種 這個投資 她是我的老師 我在跟她在一起的時候 我常常說 欸 賽夫啊 我們喔 有一個真眼事篇聖樂團 要在國家音樂廳 演出 我意思就是說 我送你票你來聽 她一句話就 啊 妳們的不好啦 人家那個江蕙啦 阿妹啦 唱一場賺好幾千萬 那妳們 聊錢 聊到要死的 聽得懂喔 她 在她的人生的這個眼光裡面 就看到什麼 看到一個錢 她都用 用這個來 來當 當她的評断標準 所以我一直想跟她傳福音 說不出來 不知道怎麼講 雖然我們每個禮拜都見面 但我要跟各位講的就是說 好 在她的生命當中 她都沒有這種思考 走了 我覺得很悲傷的一件事情 我這麼好的朋友 我竟然沒有機會將福音給她 只因為 她在世界上太好過日子 所以我才看到這一句說 人轉的全世界 賠上自己生命 有什麼用呢 好 我現在講另外一個主題 永生在乎正確的跟從 保羅他曾經講 我如果靠著基督 只在今生有指望 就算比眾人更可憐了 保羅算是 在這一個永生的議題上面 走得比其他的猶太人更前面 他說 我如果靠耶穌基督 只有在今生有指望 意思就是說 我只有在今生活得好 有什麼用呢 那 詩篇裡面 這個詩篇的作者 他就寫了 他說 耶和華 求你用手救我脫離世人 脫離那個子在今生 有福分的世人 至於我 我必在意中見你的面 我們今天 我相信在現代的 所謂現代的基督徒 就在我們這個時代 你會說 大哥 拜託 我們才剛剛進到大學 我們才剛剛要追求 我們人生的黃金時代 你竟然跟我講要撇下一切 跟從主耶穌 我們上完了這一個 這一個新生成長以後 大家通通去報考 這一個 我們的神學院 我不是這個意思 無論你將來是不是要去走這條路 即使是去走神學院 不是就 因為我報考神學院 就一了百了 我一直 在我在各位這個年紀的時候 我的上面的長輩 其實我跟一些我們教會 比較長輩的 你們有沒有聽過楊耶翰長老 有沒有聽過林崇道長老 不是林崇道傳道 長老 後面的這個長老一聽 哦 對 他們都曾經跟我講過 你大學畢業之後 你就去新學院 我那個時候是被認定要去神學院 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那邊翻來覆去 卓書 我是要不要去神學院啊什麼什麼 後來呢我跟卓書下定了一個立志 我說卓書 我不要去神學院 我立志為你賺錢 我講真的 我不是亂下 我立志為你賺錢 那為你賺錢的意思是說 以後我賺的錢 就為教會所用 到現在為止我還是有這種立志 但是呢 我在前幾年 審視我的這一生 我還沒有要結束啦 審視我這一生 其實我在兩個月前 兩個半月前 有一天我在洗澡的時候跌倒 滑出去 你說怎麼 我在浴盆裡面 在洗我的腳 我都站著洗 然後用小耳 然後這一腳某某回照以後 另外一腳抬起來 就一滑就飛出去 飛到外面 浴盆的外面 然後呢 外面有馬桶 還有洗練台 我說整個 就這樣下去 當卡在那邊的時候 真的呢 我感受到 那個人家說要死的時候 會從你的出生到你那個時候 好像電影一樣 快速走過 我就想到說 糟了主義師父 我難道生命就這樣子結束嗎 然後接著我一直喊哈利路亞 我這一段 那個是一個很奇妙的見證 那個時候我對人生 就開始 我有一個思考 我說主義師 我從我年輕的時候 就打算為你賺錢 那不要說多啦 至少現在至少也有幾億嘛 對不對 可能對他講 其實我在35歲以前 就從億的邊緣走過去 真的沒有 那我想說 那再來幾十年應該有希望 到現在還是沒有走過去 但是呢 我後來我體會到一些道理 我就覺得說 真的主義師 感謝主義師幫助我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談這個故事 然後呢 在這邊 真言三十章第八節 我有一天讀到這個 我心裡面就 感謝主起來 他講到說 求你使虛假和謊言遠離我 也使我不貧窮也不富足 是給我虛用的飲食 恐怕我保足不認你 說約法是誰呢 又恐怕我貧窮就偷窃 以至於褻瀆我神的名 有一天我讀到這一段經文 我真的是豁然開朗 我覺得今天呢 是因為主義師給我的恩典 才沒有讓我見到義 知道我意思吧 我雖然當年呢 跟主義師講說 我不要當傳道 我要為你賺錢 但是我後來 這樣回首看我的一生呢 其實我做的蠻多是傳道要 就是說為主傳道要做的事情 反而賺錢的事情我做很少 但是呢 這一段經文出來以後 我真的發現一件事情 主義師為什麼沒有讓你 賺了一大堆財富 因為他知道你賺太多 會不認耶和法 不認神 大家去想想看 這真的是有道理的 你說不會啊 主義師你給我十億 我每天在教會裡面 幫你做工 是嗎 你有十億 你表示你這個 你的事業做很大 你有時間來聚會嗎 當你有十億的時候 人家說我們福音儲需要工人 你說 好看你們需要多少錢 要五十萬 來給你 你們去做喔 我負責賺錢的 你跟主義師的關係 已經不一樣了 你知道嗎 我不是 我在這邊不是貶低我們教會有錢人 我沒有這個意思 我審視我自己 我說要是我賺很多錢 我會怎麼樣 我一定說 你們缺什麼錢 反正我多的是 要一百萬 一百萬拿去 要是五十萬 五十萬拿去 要鋼琴給鋼琴 要你說 楊大哥你現在是不是還這樣 我們就會缺鋼琴喔 不是喔 我不是在講這個事情 我是在講說 那個時候 你跟主義師的關係 是怎麼一回事 但是我更感謝主的 是 讓我一生到現在為止 我沒有那一種 飲食的缺乏 所以 最初讓我這樣的一生 在這個上面 我走得順順利利的 我認識一個長老 或許你們在座的時候 你認識 那就很奇怪了 林從到長老 可能我們的長輩認識 林從到長老 他是羅東人 林從到長老 到他安息的時候 他是長榮海運的名譽董事 長榮知道吧 不知道就有一點麻煩 就經濟不在長榮貨 那個長榮海運的老闆叫張榮發 跟我們林從到長老 是在日據時代 他們就在一個叫做 頑紅 紅色的紅 頑紅商社裡面 他們是在跑船的 那那個時候呢 張榮發 是船長 那個我們的林從到長老 是大副 大副 就是他手下的 所以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 後來在台灣呢 這個張榮發 他創立的這個長榮海運 那我們林從到長老沒有那麼多錢 他說來來來 就把他拉進來 他一直一輩子到最後 通通是長榮海運的 這一個名譽董事 那我要講說 主耶穌為什麼給他那麼多錢 剛剛大哥你不是講了嗎 賺太多錢會不認主 我告訴你 有些人就是承受得起 你今天聽我這一段 這一段的講到 你自己審視一下 你是不是將來承受得起 我告訴你怎麼承受得起 二次世界大戰 這是他這個林從到長老自己 講他過去的故事給我聽 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的時候 他成為這個接收大員 接收 接收 接收大員 什麼叫接收大員 那個時候日據實在在台灣 很多日本人的這個 無論是軍隊 無論是政府 無論是公家的這個資產 當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 他們要撤離台灣 那國民黨政府要到台灣來 那勢必要做一些 彼此的這些 帳策的交接 什麼 那那個時候 我們這個林從到長老 他被派到高雄港 擔任那邊的接收大員 那那個時候 因為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我們國民黨也沒錢 他拿的是什麼 他拿的薪水叫美金 我不曉得數據我有沒有聽錯 但至少 他一個月的薪水是兩千塊美金 那你說兩千塊美金有多少 那個時候台幣跟美金的比 四十比一 那也不很多 對不對 但是呢 我爸爸 我爸爸是 我爸爸還不錯 我爸爸是成功大學畢業的 那個時候在高雄的硫酸雅長 擔任工程師 他一個月的薪水多少呢 寫小一點 四百塊台幣 那你可以看出來 差多少嗎 把他的這一個 我們算一下 如果四十比一 四二得八 就八萬了 對不對 八萬 我爸爸是四百塊台幣 我不曉得這個 賴掌老是不是還在後面 還是這個 最早期最早期 我們在台灣 擔任船道的一個月的 車碼會多少 幾十塊 啊 十塊還二十塊嘛 對不對 OK 好 那個時候當船道 十塊還二十塊 不是美金喔 是台幣喔 我爸爸是四百塊 林從道長老是八萬塊 那這代表什麼 林從道長老後來呢 一段時間以後 他在羅東 他的家蓋了兩層樓 還三層樓 是羅東第一棟有樓房的 那你就知道 那個是完全不一樣 但是呢 大家不要一起想 哇那不得了了 他收美金又怎麼樣 那個時候呢 我們台灣的這個教會呢 欸 剛剛在開拓這個東部這一線的 這個 欸 事工 所以很缺工人 當然也缺錢 好我問各位 如果換你 你會怎麼想 欸 我一個月八萬塊 好我撥一萬 可以養一百個船道 對不對 那我撥兩萬 兩百個船道 齁 我未教會做多少事情 我們會這麼想 什麼叫做缺少一間 林從道長老做一件事情 我那時候覺得匪夷所思 他辭掉了這個工作 自己去東部做義工 好 你聽了 會不會在你腦筋裡面有一個shock 什麼叫做來跟從主 我們會以我們世上有的這一些優勢 對不對 我也這麼想啊 所以說我為你大賺錢啊 哪一間教會要蓋房子 給他一億 我有三十億啊 要怎麼樣 對不對 那林從道長老怎麼 沒有啊 他頭腦很清楚 他一個月賺八萬塊 我們的船道 一個月一個才二三十塊 我記得 我是記得四十塊 可能 那個 賴長老去用拼機 給他零二十塊 無論怎麼樣就是很少對不對 我用我賺的錢來支援他們不是夠嗎 那我也為台灣的東部船道很盡心啊 沒有耶 他就是說東部的教會缺工人 我辭掉這麼好的工作我去做 好啦 那他有沒有因為這樣一路就貧窮 沒有 主耶穌就讓他的這個記憶 後來他當長榮的這個民意董事 就是 就在這樣 如果我們老一輩的都知道 林從道長老 哇 真的為教會奉獻非常的多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主耶穌知道他當了棋 八萬塊放掉我去做志工 在座的各位 你有想過嗎 什麼叫做在主耶穌給你的財富上面的胸襟 我後來我去思考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說 主耶穌 你真的憐我 讓我沒有那麼多錢 不然我真的不認你 各位你們剛剛 十八歲 剛剛要走這個世界 你們會說 啊 楊之士 你說這個怎麼會天方夜壇 有一天你會遇到 其實我到現在 我不瞞各位說 我到現在 我的想法還是一樣 將來只要我走了 我所有的 留給 留給教會使用 那如果這樣的話 那你還在世界上那麼拼命去賺 賺什麼 因為你要賺永生 所以呢 人生 要追求必須有正確的觀念 或者你永遠不會滿足 為什麼 你賺一億 人家那個郭胎敏幾百億耶 那我不是繼續去賺嗎 這真的有時候 嘴書 會跟我們要 我不確定 所以呢 我們不要看錯 好像嘴書只講財富 其實不是 有很多人很有才能 我看到有一些人 學音樂的 我告訴你學音樂的 哪一天最好賺 星期六星期天 為什麼 詩人家教啊 對不對 那星期六星期天 又遇到是教會事工最多的時候 主耶穌 拜託啊 我是為你賺錢的 所以我不要去了 你開始不認主了 然後呢 主耶穌講 要變賣你一切給窮人 你還要來跟從我 什麼叫做變賣你一切給窮人 當時彼得 他們在醫治一個缺腿 他就講 金和銀我都沒有 金和銀我都沒有 我將我所有的一切給你 給你什麼 你起來走路 主耶穌在講福音 保羅講過一件事情 我傳福音也沒有可瓜 但是如果不傳我便有過 我如果甘心做這事情就有賞賜 其實保羅講得很清楚 今天我講到這邊 或許你會說 哎呀 楊大哥叫我們以後不要賺太多錢 不是 你賺錢你是為主耶穌賺有可能 但是呢 主耶穌講你在今生你要做了什麼 福音的工作 你大可以大賺錢 你大可以生理過得很好 但是我們去審視 主耶穌說你缺了一件什麼 各位現在是大醫生 你要去立志 在未來的四年裡面 我要帶多少目到者 你也可以不帶任何一個 因為大部分人都沒有帶任何一個 你也可以帶很多 為什麼 因為這是主耶穌跟你要的 祂要我們去 為祂做的一些事情 你們就是我的見證 我真的缺了哪一件 你可以貪愛錢財 你可以怎麼樣 但是神的道理有時候 挑進了我們的骨頭裡面 其實呢 神跟我們要的有時候是我們 神啊你怎麼知道我就是缺這一件 祂真的知道 所以這個時候看完以後 不要大家有排富條款 哎呀你們糟了 你們這些有錢人 你自以為有智慧了 那個才是有錢人 你的智慧就是你的錢 你這些要不拿來跟從主耶穌 將來那個再錢的要再貨 再貨要再貨 意思就是現在看起來你很好的 你將來你在得救的事情上面 你就是沒有你的份 聽完了以後會不會很沮喪 還是聽完以後很放鬆 以後不要賺太多 我告訴你 不是 要是你給我的 你聽完我這一篇道理 你還跟我講說 我放鬆了我就不用賺太多 你錯了 我們所有人生的這些 這些追求是為了什麼 為了我們永生的道理 為什麼保羅要追求到最後 為主耶穌來殉道 因為他真的看到了 他真的看到了我們的人生 在這個信仰上面 當我們發現這一條永生之道的時候 我應該為什麼都是付出 好 我希望大家這一段時間 把他放在心裡面想 不要等你人生 像我這樣子老的時候 你才來說 哎呀 怎麼樣 你說大哥 你有多老 對不起 我們再經過三個多月 所以我就要領盡勞卡了 那個叫做三生無奈卡 因為你用那個卡去做捷運的時候 會嗶嗶嗶會三生嘛 所以那個叫做三生無奈卡 好啦 願神將他要給我們的道理 放在我們心裡 大家去思考 好 我們來唱讚美詩441首 好 好